我现在还能撸傻串呢 说话都泡沸 就掉了几颗牙嘛 这牙的事儿都没去不去 我面子没了 下来 下来 快 小心 别掉下去 没事 李国 我现在的心情跟你三年前 是一模一样 咱俩都丢了心爱的东西啊 哎 你跟哥说说你是怎么听过来的 多年点惊 这不是还有你教过的吗 管用 管用个屁民管用 我借了高利贷 晚节不复了 没了 啥都没了 兄弟这是怎么这么宁啊你 你非得让我看你从手来跳下去是吗 回逼 可我已经下来了 哎 要死三两一块儿死 来 我陪你 我陪你 来 来 别不好意思 我下来 公开 你不用救我 你放开我 在阴间那儿看着咱们闺女 你有啥话我给你带话 你快点来 别闹着咱们 你快下来 你不饿着咱们 赶紧我 你快点帮忙 你不需要帮忙 龙海省有个安全 你不回答吗 救命 哇 中国好自由 这些好难看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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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 我贬了 进罗 我们死了还是活着呢 你说呢 太不可思议了 这不是做梦啊 你是怎么办到底 你跟我说 你是不是孙悟空派来的旧兵 不可能啊 跟做梦一样 就从这么高往下 俊队 这是什么呢 啊 这是什么呢 哎 哎 你怎么显示 你掉了两只眼 你看 你看我干啥呀 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兄弟 你看你的怂样 这是你那救命恩人 我哪 哎呦的片子 啥一个是我了 老之前啦 你看什么 看 看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个 你看什么 看 你看我干啥呀 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个 兄弟 你看 你好 欢迎光临 F3 请随意挑选 谢谢啊 好谢谢 最近有很多媳妇都让我碰上了 烦 想找你聊两天 好事儿啊 终于学会倾诉了 从哪儿开始啊 刚做完手术别抽烟 这样对你神气不好啊 我快失业了 我快失业了 哎可能你说的对 我这人啊 真的是有很多毛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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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先走了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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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不错嘛 挺好的啊 这还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别想啊 你就是我的福星 你就是我的福星 女人嘛 不就是想找一靠谱的吗 在医院那天我就知道了 真的 反正你这个人啊 没有家你就心慌 哎 你这话说的靠谱 你要真那么喜欢孩子 绝不再找一女 再一生一个呀 那孩子留下就好了 想了没 哎 帅哥留着没你 你是不是 有八分了 我感觉我长高了 身高是硬伤啊 哎呦 刚才我还勾不见你呢 哎 哎 是啊 我鞋呢 汉穷相见 把衣棍拿去了 那么雕声 你不需要衣服 什么事 把衣棍给我拿过来 你注意看啊 现在这个小乔 是漂浮在空族的 汉穷 这个东西 你批是批不出这个效果的 这货是从外星来的 咱搞一个拍卖会 高科技拍卖会 这玩意比古董值钱 一定回卖考得下钱 到时候咱的事就了了 那个 别罚朋友圈啊 这个宝贝在我朋友家 你感兴趣咱俩做笔交易 把公司还我就行 你给我俩手指了 你多我手指都没用 多我手指都不打气 你再考虑考虑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啊 天经地义啊 大哥 你俩给我下的套 我才把跟你拼了 我是来救你的 我是来救你的 这个东西我喜欢 我们来做个交易吧 用它来保你的命 公平吧 嗯 勇摸摸大 未必是件好事 他的公里 你又不是没领教吧 你说他万一 要给我闯入个货来 给我们的国家 民族 造成巨大的损失怎么办 这事你想过吗 这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快放开放开 你疯了是不是 你怎么就知道死了 你们神经病啊 唐力哥 你是我亲天了 你让我死了行吗 你昨天不是答应我不死了吗 我答应你不跳楼 没答应你不上楼 你明明能救公司 你咋见死不救呢 谁说我不救了 你说让我怎么救 宝贝带来吗 当然了 把他给我 我跟一哥谈好了 把他做笔交易 你这本抗爹吗你 我不是胡给你 你这 死吧 曹地果 你能不能吓死我呀 曹地果 不管他 曹地果 曹地果你快来 我帮不住他 怎么 就这么扶你了我 怎么用 把它放水里 哦 扔水里 哎 你怎么说声就声呢 嗯 然后呢 还然后呢 他怕水扔水里会出事的 宝贝呢 我哪知道啊 嗯 嗯 我怎么打啊 我怎么打呀 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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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去 快过来 快过来 小兰 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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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 마스�ress tirak 你呀 飞 你VO ô 李大爷 我这忽略就没事 李国 你可真坑人哪 这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呢 还不都是因为你 我就知道他会惹事 我控制不了他 你还拿他给一哥做脚椅 还回来他算了 回来 你舍得吗 我就不信你没有私心 我有私心 我从来想过 我让他帮我女儿变回来 火花那天咱们俩一起去 可能呢 男朋友告诉我能五分钟 又他妈那五分钟 说一百遍了 我就烦透你了 你赶紧回到现实吧 行不行啊 你让他试试吧 不行那就私心了 你这儿怎么拆了呀 我女儿她就在这儿出了车祸 那时候 这边有一条双向两车道 当天下午 我是来送快递的 我女儿 她在车里等我 我是怕她觉得无聊 我就把手机给她玩了 后来 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 她 她 她躺在哪儿了 这九五分钟 九五分钟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不认识了 你是不是过去吧 那怎么还不得了 她今天就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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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怎么是 这么大一个枯了样 看 那个就是我的车 是吗 等我一会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